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血液对于人类而言就如同水 对于自然界一样重要 决定着寿命的长短和衰老速度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食物 它们都会有很多食物 它们可以帮助人体清洗血液 吃一次就让血液年轻一次 血液对人体的重要性 养生是现代人一直追求的 因为它不但可以达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但很多人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保护身体某个脏器 却忽视疾病的根本来源于血液 血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如果血液减少 人体会因为缺血而造成生命危险 再或者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 如有长时间熬夜 暴饮暴食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一时血液变脏 变粘 变得有毒 这时的人体健康当然会受到威胁 所以 血液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 简单点来说 身体的衰老 寿命的减短 都与血液质量有直接的关系 常吃换血食物对身体好 既然知道血液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那么除了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使血液的质量越来越好呢 其实可以采用饮食的方式 但哪些食物能对血液有帮助呢 1.黑豆 血液循环催化剂 黑豆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调节肠胃功能 使代谢能力加强 并积极输送到全身 让女人面色红润 内分泌也达到平衡状态 改善怕冷状况 这都要归功于黑豆中所含有的花青素 这是一种多分类物质 对于血液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而且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 效果不可小视 2.洋葱 血液的稀释剂 原葱也就是常说的洋葱 它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A的蔬菜 同时含有胡皮素 两者可以扩张血管 降血压 它还可以降低血液粘度 增加血液流量 降低胆固醇 防血栓 3.胡萝卜 血管的软化剂 胡萝卜中含有的山奈芬 胡皮素等 可以降血脂和增加冠状动脉血液流量 它含有的甲盐 有助于改善血管硬化 4.西红柿 保护血管弹性 西红柿不仅各种维生素含量 比苹果、梨高24倍 而且还含维生素 卢丁 它可提高机体氧化能力 消除自由基等体内垃圾 保护血管弹性 有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5.大蒜 血液的清理工 工业和交通的快速发展 所带来的副作用使铅的危害 大蒜可以降低血液中铅的浓度 减少铅对神经系统的危害 6.燕麦 血液的瘦身剂 燕麦不仅可以给脂肪减肥 还可以给血液减肥 燕麦中含有水溶性膳食纤维 燥肝 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鎂 分酸类物质等 这些物质可以降血糖 降胆固醇 减肥 抗氧化 维持血液的健康 7.茄子 血管的补丁 茄子中含有维生素P 维生素C 造草带 钙 磷 镁等物质 其中维生素P 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 降低脆性 渗透性 防止血管破裂和出血 其他物质可以降低胆固醇 防止血栓的形成 8.粗粮预防高血压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参与者10年来每天都吃些粗粮 其罹患高血压的概率降低了4% 降低4% 听起来不是多大的好处 但因为高血压会造成心脏病发作 中风和许多其他健康问题 因此 因此每一小步都对健康有所帮助 9.裙带菜 血液排毒好帮手 裙带菜含有神奇的鹤藻糖胶 不但能增强肝功能 还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众所周知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造血机构 只要它健康 血液自然清澈 另外裙带菜含含有 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 将血液中附着的钠元素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为血液清毒的目的 10.玉米 软化动脉血管 玉米富含脂肪 其脂肪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 高达60%以上 有助于人体脂肪 及胆固醇的正常代谢 可以减少胆固醇 在血管中的沉积 从而软化动脉血管 而且肝脏在人身体上 很大的血管网 也就是说 当人体的血液循环 通过动脉心脏 静脉体循环以后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血液 会流到肝脏的门静脉系统 来到达肝脏进行解毒 因此保护肝脏非常重要 保护肝脏的五个方法 现在很多人的肝脏都受到了损害 而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 为了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学习一些护肝的小诀窍也是很重要的 一、多喝温水 不管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都是需要大量的水分的 人体里面一半以上的都是水分 所以及时补充水分十分重要 每天多喝一点水 这样肝脏就可以更好的进行新陈代谢 血液流动速度也会更加的快 肝脏里面残留的毒素就会比较少 身体里面的有害物质都会被排出体外 二、饮食均衡 饮食均衡对肝脏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肉 从来都不想碰蔬菜 这个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肉类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脂肪 这些物质光靠肝脏来消耗绝对是不行的 肝脏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需要蔬菜以及水果里面的维生素来进行辅助 因此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 注意均衡饮食 三、经常进行锻炼 锻炼是必不可少的 它可以帮助保持体型 提高自身免疫力 经常运动可以促进肝脏进行新陈代谢 患上脂肪肝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脂肪肝患者的话一定要进行适量的运动 这样对治疗疾病有帮助 平时进行运动 精神状况会更加的好 还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睡眠对于肝脏的健康而言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长期白天不起 晚上不睡 这对肝脏健康十分不利 营养专家认为11点到1点之间的这段时间 是肝脏排毒的高峰期 如果这个时间身体未入睡 肝脏的排毒就无法维持 长期如此会让肝脏的正常功能受损 所以想要保护肝脏 从养成良好休息规律开始 5.保持心情舒畅 心情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肝脏状态的好坏 与心情有很大的联系 如果经常脾气暴躁 或者是心情郁闷低落 肝脏工作的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很多的有害物质就会堆积在里面 感觉胸口会非常的闷 对肝脏或者是其他器官的伤害都是很大的 大家平时一定要少生气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